中文字幕志愿者 部长好 部长 一般 我们对私校教职员的部分 我想都没有什么疑虑 都已经大致上沟通好了 现在只剩下 要不要回溯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也 答应了 私校的部分 而且我们当时就有附带决议 但是你们 你们行政机关 主管机关严党的问题 不是我们立法院 跟你演党 对不对 所以要负习责任 要有肩膀 这是我们跟学院之间的 那你答应了 我就信任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 那第二个呢 现在碰到的问题呢 就是公营事业的 这些单位 那一般我们来看的话 一般的公教人员 在民国八十四年六月前 就职年支 多余五年嘛 对不对 好那选择请你一次养老给付 对他是比较有利的 对 好 那因为他可以享受18%的优惠存款 那这个就是 一般公教人员 原本他试用考权机关整体规划设计的 所谓的三层年金制嘛 对 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配套措施之一 但是呢 交通部所属的事业公务员 兼具劳工身份者 他在就职的时候 他就被迫强制加入所谓的第一层的社会年金 对不对 好 那公教人员保险外呢 他的薪资待遇另有特别的规定 而且呢过去 没有办法比照 军教人员享受免扣综合所得税 就公教人员是享受免扣综合所得税嘛 对不对 好 他也被排除 完全被排除 适用一般的公务人员 18%的退休金的优惠存款 他是很多重的一个福利嘛 跟他优惠的配套的措施嘛 所以可见啊 他们并非属于三层年金制 整体规划配套适用的一个对象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 强行要求他跟一般的 你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 说你现在要要求 他跟一般的公教人员 并列在相同的适用类别 类别啦 也就是所谓的百分之零点六五啦 就是零点六五的话 这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不公平的啦 对不对 是不公平的 你看 另外呢 我们现行政府机关啊 还有这个事业单位的待遇啊 本来就是很复杂了 那如果以公路总局 还有台湾铁路局的员工的薪资为例 他是属于未实施用人费率 交通事业人员待遇 虽然呢 他同样号称啊 事业单位 但是他所属的人员呢 每个月的待遇啊 均叫我们国营或公营事业单位啊 同职等人员 这个比较低 很多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 一样是 号称是这个事业单位啊 但是他里面的 还是有些不同哦 他的待遇还是有所不同 所以呢 这个 有鉴于我们交通事业机构内的员工薪资待遇啊 他普遍是低于国营事业单位 而且 现行的各政府机关 还有事业单位的待遇啊 我刚才有提到 他非常的复杂 那公路总局 还有这个台湾铁路局的员工的心志 我们以这两个 呃 机构的 呃这样的员工的心志为例啊 同样是属于未实施用人费率交通事业人员待遇 哦 他虽然是事业单位 但他所属每月的待遇 比较 公营事业机构 确实是比较低 如果我们以这样来看的话 是没有办法 单以是否领友 月退休凤 哦 就来以排除 呃在1.3 呃这个适用范围了 应该是照这样来看了 对不对 那我们相较于一般的行政机关人员而言 交通事业机构的员工 并没有享有 他并没有 呃 并未享有了退休金 啊 这个18%的优惠存款 还有这个子女的教育补助费等这些福 这些福利 另外呢 我们高扶考及格的人员 分发到公路总局 哦 呃 他都必须叫一般的行政机关啊 低六到四 呃六到四级的起薪哦 他起薪这个比较低哦 好 好 这个 所以呢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的将交通事业机构的人员啊 啊 话归跟一般的行政机关人员啊 同等适用的话 对他们来讲 真的也是不公平啊 好 所以 我们交通事业机构工保人员 嗯 并 并没有叫一般的行政机关的人员待遇啊 还有福利优厚 不会嘛 哦 而且公路总局跟铁路局 同资呃 未实施用人费地交通事业人员待遇 但有些员工呢 他没有获得核定 适用劳基法 所以他不应限制在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 以免啊 以免啊 再产生一局啊 两制 或是一种薪资呢 两种对待 好 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公平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呢 我这次呢 我们也提了一个 修正动议啊 就是说我们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呢 我们希望啊 在这个第三 第三条的部分啊 我们把它规划成两类 那一类呢 就是在第三条的 这个甲类的部分啊 我们这个增列啊 这个第三款 第三款啊 甲类的部分 增列第三款 就是说 呃 这个 呃 过去啊 他有公务人员 这个 人员资格 那 现在呢 他还在公营事业的 好 像这些人呢 我们就给列出来很清楚 那就列第三款 非 呃 第三款里面 其他非属本条 第二款 第一募资 公营事业机构 内 呃 经权 呃 权序 审定 之公务人员 呃 换句话说呢 我们又给他划分了很清楚 这个要维护他的权限 他还是甲类的 那另外呢 啊 我们在这个 以类的保险人里面啊 就是 要增列呢 就 公营事业机构内 兼具劳工身份之 公务员 负责人 或经理人 即 本法 施行前 任职于 交通事业机构 或 其 改制后支机关 支领交通事业机构待遇有案 并于 本法 呃 施行后 仍 仍 仍任职于 前述机关 依法退休者 那你这样就所有的都很清楚了嘛 我就 非常清楚 他们也不会再去跟你吵 也还他的一个尊严 也还他一个公平嘛 可以 你们行政机关 尤其是我要谴责的 是包括交通部在内 叫不要跳着好不好 这么聊气啊 要跟你沟通都不能沟通吗 旅员 不要 不要 不要神经 不要 吵得烂当腿啊 对 我们是在帮你解决问题的 对 旅员 不要神经 非常谢谢你提出这么保护意见 我们到时我们一定会理的意见 腰当当的 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解决问题 你现在问题是什么 那发生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把最好的解决办法找出来嘛 是不是 你这样的也是解决 这样也是解决 但你的解决办法是 大家都不高兴 先告诉老师 就是说私校教师的部分 因为你们行政机关的延档 大家意见分歧 好 就延档了 好 现在交通事业人员呢 你们自己本身呢 都不去关心 来到这边巡达 还翘着二郎腿 所以啊 我是认为说啊 你没同理心的时候 你不把他当 你的员工 你不把他当人看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是人啊 你这什么东西啊 你不把人当人看 你自己也不是人啊 有加过了 希望下次不要再给我看到 你先给我出去 出去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这样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一点規矩都没有 限制我再答复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翘着二郎腿 是哪一个单位的啊 就交通部人处 你处早 搞不清楚 不要出去 自己做不好 提供给你意见 你还在吊 我们我们会跟行政院 跟交通部 我们好好在协商 在沟通 刚刘员所提出的 若以他这样的态度的话 对对对 你跟交通部 跟谁沟通啊 不不不 我想 实际上 我们这边 立法政策去做决定就好了 你们就照着走好不好 非常谢谢 立法政策 我们有提出一个版本在这边 修正动议 而且所有的 今天有到的委员 全部都已经签署了 我们希望呢 全系部也好 交通部也好 尊重立法政策 尊重立法 立法 我这边只报告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 就是年纪化了以后 像这些人的话 你支領年金的话 就不能够再支領幽存 实际上只能选择 那当然 但是最起 起码我这边已经列出来了嘛 很清楚 该是假类你就假类 该是乙类的你就是乙类 该一点三就一点三 你不要拿着其他的 这个一般的公务人员的那个情况 他们状况不一样嘛 平常的待遇也不一样嘛 怎么会是分分分分这个 还有这个高低呢 这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他们要的也不多 我讲的很坦白的 公教人员的保险 他都缴保险费的啊 对不对 那这个你看 你看 你看 现在啊 私校教职员跟住位景的身份 我们在民国八十八年 就纳入公教 公教人员的保险 到现在十几年 交通部所属事业劳工 参加公保 参加公保的人 他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大部分都超过二十五年 所以 你这个所得替代率 该如何设计 才算是公平又合理 所以 别的不能说去本位主义 一定要 事实上去认定去 看清楚 我们要解决问题嘛 这么热的天气 让他们在街头 晒大太阳 大声疾呼 表达他的意见 结果主管的机关 交通部的人事主 是什么 主任是吧 人事处长 翘着二郎腿在这边 纳梁 什么东西啊 主席抱歉啊 这个不好意思 不要动气